不只是美国国防部长Austin 打电话给大陆防长李尚福 他根本不接电话 包括布林肯 包括财政部长叶伦 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 都想去中国大陆 到现在为止 喊了半年多也都去不了 但我今天看了 我真的觉得还蛮感慨 这两个人 比较之下高下力见 两个人都去不了 两个人的处理方式 比较一下 人家叶伦 学者出身 发表了一篇重磅演讲 20号马上要登场 我很期待 那布林肯呢 叫骂 他怎么说 今天看了这句话 这有点懵你知道吗 这什么跟什么 他要去大陆 大陆不让他去 他说 中国大陆必须要清楚表明 有意跟美国保持接触 蔡委员我想去你家玩一下 蔡委员不肯 然后我说 蔡委员 你要清楚表明 你家必须要让我去 这个怪怪的 你如果真的想去的话 为什么会用这种方式 就是扳起脸来 把对方教训一顿 你非得要跟我接触不可 那大陆套句王毅的话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北京毁了三个停止 停止干涉中方内政 停止损害中国利益 停止一边表态要装护栏 一边又破坏 我们两国的政治基础 其实真的是 枪枪打中要害 那为什么布林肯这么急 美国这么急呢 很简单嘛 第一个中美关系可能会失控 美国也没有期待要跟中国大陆 恢复多好的关系 只是要加个护栏而已 拜托我不要失控 不要搞到最后怎样 打起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或是损害到我的利益 我只是不要失控而已 我并没有要跟你恢复多好的关系 美国有求于中国 确实它的美债问题等等 那北京大学有位学者 他说中美关系的恶化 增结在于各自的国内政治问题 再多的对话 难以推动关系改善 北京已经不对改善中美关系 抱任何期望 双方都没有期望 那还去干嘛 中国会觉得布林肯来 是为了要来吵架的 或者要来当教师 也来指导的 对 那指导的范围可能会很广 可能北从俄罗斯 南到南海 然后西到伊朗 然后搞不好 又搞到乌克兰去 再加个人权问题 对 那你要当老师 你就自己在家里当嘛 我北京干嘛弄个教师 让你来当老师 而且他布林有个很坏的习惯 动不动就会出口转内销 也就是说他去的话 会假装讲一些政治上的语言 然后回销到美国 你看哎呀这个布林肯 怎么要修理中国啊等等 那可是闭门会议的时候 是开始谈条件 所以你知道他的角色 想要这样演出 那中国为什么要当跑龙套呢 也没什么道理 而且过去好几次 布林肯跟中国的会谈 好像事后都是中国吃亏 吃亏有个原因就是 他把中国来当临时演员 配合他演出 那何必呢 我请委员一起来谈 因为你看看这个美国财政部长 叶伦 人家学者出身 那他已经预告了 4月20号 在这个名校 约翰霍普斯丁大学 他要发表一篇演讲 演讲的内容是什么 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 上任以来 据说是涵盖层面 最广的一个演讲 其实重点也在于 他很想去北京 特别是解决一些 美债一些的问题 美元危机的问题 而且说实话 他以现任官员的身份 唱衰美元 他不是讲说这会 各式各样的制裁 违及美元的领导地位吗 他可不是什么 什么这个在野党等等 他是美国现任的财政部长 非常优秀的这个经济学家 他也想去北京访问 到此刻为止 北京也不让他去 所以他的做法要发布演讲 那你看到 4月20号发布演讲 他4月18号 就先来做个演讲的预告 先告诉大家 我有这篇演讲 而且我就要谈中国 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 当然他美国人对我们美国的经济历史 有不衰的根本实力充满信心 当然要帮美国加油打气 但也强调了跟中国大陆 确实是很重要 所以我让委员继续来评论一下 同样被北京拒绝 这两个人做法天壤地别 你评论一下 叶伦几乎是拜登政府里面 唯一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说谎话的官员 其他每一个满口谎言 你从前段时间的气球事件 你就知道布林肯这个人讲话 几乎是天马行空的 可是艾伦很清楚他的任务 他对稳定美元是有很大的责任感 他对于希望发行美国政府公债 而且根据过去的惯例 40%要在海外卖 在海外卖最大的卖家 就是中国 沙奥地 阿拉伯 日本 不然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国家 有那么能力的财力 或者很庞大的外卖存底 可以给你买了 所以叶伦当然要希望 敲开中国的大门 不过我也看得出来 中国其实对他 开始有点善意的表示 我举个例子 就是上个月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继续卖美债 大概卖了100多亿吧 你说100多亿很多啊 对不对 可是不忘记日本卖200多亿 所以从这个数量来讲 就是中国卖美债的速度 有点在减缓 那减缓大概就是 对于叶伦的姿态 中国就是想要表达一个善意 因为中国的哲学就是 这个朋友来了 老友来了有老酒 但是豺狼来了 偶有泪腔 现在大概是准备老酒给叶伦喝 然后准备泪腔给布林肯尝一尝 所以中国现在越来越有弹性了 已经上当好几次了嘛 上一次在这个巴厘岛 你看吧 那个不是习近平跟那个谁 见面有没有 跟拜登见面 不是讲的好好 天花乱坠啊 回去就变个样 不是吗 所以是你美国搞出问题 又不是中国搞你 对不对 那第二个 前段时间 我们的布林肯不是 硬要见中国的外长 然后也见那个 王毅 硬冲冲跑去见人家吗 那结果 见到大概讲不到两分钟的话 回去就发表洋洋塞塞的声明 我怎么教训王毅 你说中国生气不生气 你跟满口谎言嘛 所以对于布林肯 他会更能 我觉得中国这种弹性是对的 这样会有助于 这个美国内部 自己就分类了 至于雷梦多 要去中国大陆访问 我看我不太乐观 这个人嚣张太久了 他几乎比布林肯还嚣张 所以我觉得他讲一讲而已 中国也知道雷梦多要干嘛 他就要拿着 这个川普跟中国所签的协议 说你不是要买有波音200架吗 他要去讨债的 中国说我当时跟你签买波音的时候 你有说要打压我的华为吗 你有说要打压我的半导体吗 没有啊 好那你现在搞这个 我还跟你再跟你买200架波音的飞机 那我看中国共产党光被中国人民 吐口水就淹死 他不会干这种事 对啊 好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标题来导播 顺着这个内容换一下 不管是布林肯跟这个叶伦 这个两个人都被北京拒绝 都非常非常的想去 但是当然两个人的形式风格完全不一样 对于拜登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政府官员 但是谁在帮美国 谁在害美国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两个人的处理方式不一样 北京的回应方式也不一样 啊